哈囉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小姊部長百六 現在距離民間的大選啊 剩下不到20天啊 那這次大選民調分布非常的混亂 那小姊也很好奇 究竟路人們現在還相不相信民調會不會做參考呢 那我們這就來問問看吧 現在市面上非常多民調 混亂 那你現在還會參考或者說是相信民調嗎 欸 看看就好 看看就好 對對對 所以你也不會受到民調的影響 對對對 就是頭一號 那想問一下姐姐就是 還相信現在的民調或者說會根據民調做參考 不會的 不會的 對 因為我覺得就是 就像您剛剛講的 其實太多的民調 而且其實現在民調 我覺得可能網路很發達啊 還是什麼之類的 其實它的可信度越來越小了這樣子 對 我覺得人民應該是自己相信自己看到的 然後自己思考的 其實也不用隨波逐流這樣子 先生還會參考或者說是相信現在的民調嗎 不會 就要看提出的證件跟其他資料 民調僅做參考 也是民調 我不太相信現在的民調 對 因為媒體操作的太嚴重了 呃 我不相信這些民調 為什麼呢 民調也是跟媒體一樣來操縱人民的數據 現在民調會這樣子 那更堅定了我現在的想法是對的 民調 民調就本來就是僅供參考而已啊 還是覺得說你自己去看網路上的資訊 或是他們的發言怎麼樣去做判斷啊 對啊 因為民調本來就是參考用的嘛 還相信現在的民調嗎 或者說是會考慮嗎 呃 相信相信 因為我政治系的 所以 所以我自己在過去的學習過程之中 我知道民調它還是有一定的可信度存在的 對 你比較相信的是哪些民調可以 呃 好 雖然是這樣講 但是我沒有很關注這次的民調 但是因為我知道LINE一直在上面 然後柯在追 就是有點在 就是其實差距沒有到非常大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 因為我只有看大概啦 就是說 LINE還在哪邊啊 LINE可能三十幾%之類的 就是 所以我就覺得應該 還可以 相信 對 因為我沒有認真去看 他的民調這次他的 什麼sample 就是怎麼採樣的 然後我覺得這是關鍵 所以我沒有認真去研究這東西 所以我不予置評 但當然來說 就是如果他們是用早期的電話民調 或是什麼的話 那我就會覺得 那我就會比較不參考 我自己一般不看民調 因為我覺得 那個數字就是 因為統計出來一定是會有誤差 或者是什麼 就是操作什麼的 我比較相信自己看到的東西 但當然同溫層這種事情 也是一個 就是除了跟民調以外 感覺是 你有時候不想要離開同溫層的時候 就是不想相信民調的感覺 就是 我不知道講了講 清不清楚 但 反正我是 不太相信民調 你要看說是哪些 家的民調 因為有些是 不是真的民調 姐姐現在還會再去 把民調作為一個參考嗎 會 因為我 從日本畢業回來 是我第一家工作 就是做市場調查公司 我是日商公司 所以我現在目前 唯一相信的是 美麗島民調 美麗島民調 對 因為他一直在 update 那其他家的民調 說實在 我也不清楚 而且做民調 真的不是那麼容易 我是1995年 從日本畢業的 我們那個年代 是沒有電腦 而且我們那個時候 是paper的時候 其實準確確認還滿高的 現在 說實在 哪幾家媒體 我怎麼知道他們是怎麼做的 我們那個時候 做市場調查的時候 我們規定 我們有一些基本的一些條件 符合之後 我們再去做民調 但你現在可以亂講啊 像我的聲音 聽起來 可能不到56歲啊 所以 這種電話民調的話 其實準確率 說實在 真的是 不高 你現在還相信民調嗎 我覺得要看 是哪一個單位 做出來的民調 像現在 大家不是都講很多 他們都有 黨政媒體的 那些黨政軍什麼 像 有一個他們都是一直 用美麗島的民調 然後他們 ETtoday自己有民調 他們也沒有用 我覺得他們 這些東西很多都是 他們要帶一些 輿論風向什麼 所以我覺得 還是 自己也要有一個 能夠辨識這些 媒體的東西 的一個知識 您是如何去判斷 你要支持誰 不去參考民調的話 從以前到現在 就是國民黨 跟民進黨 來輪流交替執政 所以基本上 你要投其他在野黨 他們能當選的 機率也不高 那既然現在這個黨 做得不好 那 勢必就是得 換一個思思抗 雖然可能 也不會變得更好 但就現在來講 他連續執政八年之後 到現在這個情況 我就是覺得說 可能不符合大家 心中的期待 也不符合我們的期待 那先生現在還相信民調嗎 比較少看 比較少看民調 你還相信現在的民調嗎 不會特別去相信 但會去看 會去看 那你是依據什麼來 確定你要支持誰 應該是證監發表 證監發表 對 那先生現在還會去相信 或參考現在的民調嗎 看出來還知道 不太很難講了 參考而已 先生依據什麼去 確認自己要支持誰 大方向啊 政黨輪替啊 很多必須需要查一查 就這樣子 謝謝 現在還會相信民調嗎 不會 現在不相信民調 那你是根據 根據什麼來確定 你要支持誰 新聞跟證監吧 對 我也不太看民調 我跟我太太 我們都是去看 這些候選人的證監 我們沒有說 一定要投什麼顏色的 這次就是 看大家發表的意見 那發現其實 這次的三位候選人裡面 有兩位就一直吵來吵去 只有一個有在提出證監的 那比較理性的 我們可能就會覺得說 對 就去聽他有講什麼 已經不需要再去聽 互相指責的東西了 對啦 那覺得如果說 政治如果再變成說 讓他們互相指責 那其實在四年後 台灣也不會變更好 對 那你還相信這些民調嗎 其實我不太相信 因為他那個好像是有些 可能比較偏政黨的電視台 例如說 民進黨的那個電視台的話 都會比較偏那個 賴清德的民調 我個人是這樣覺得啦 那所以 我覺得現在有很多一些網路聲量還是一些什麼 其實都 都可以參考一下 這樣子 那先生是依據什麼去 確定你要支持誰 不是應該說 我滿欣賞柯P講話的風格 跟他的那個 那個應該是說證件還是什麼 可能是我覺得 比較像是符合我要的啦 對對對 那先生還相信現在的民調嗎 不相信 選舉當天才算 數 那先生是依據什麼去 決定 或者說是知道自己 應該要支持誰 根據他們的證件 終結貪污了 終結貪污 兩位會相信現在的民調嗎 不會啊 那就是看看就好啦 民調就看看就好 那個美女還會相信民調嗎 不 還好耶 因為感覺好像那個 可以幕後再更改一下 那美女如果最後要國標的話 會依據什麼去決定要國標選 因為我已經有一陣子沒有看新聞了 對啊 那之前都是看那個 有沒有就是他的政績吧 或者是他做其他的時候 是什麼樣的狀況 民調喔 我覺得 我覺得 不混亂的 有點 不會真的完全相信啦 所以現在民調 不是你主要參考的議局 對 不是 兩位現在還相信民調嗎 我是不相信 我做 做統計的問我這個問題 應該是說 他民調的源頭 我很難相信沒有 那個源頭的民調 就是只有數字 不能夠相信 要看他源頭是什麼 還會去判 先生是做統計的 對 那先生現在有覺得 哪一個民調是值得信任的 沒有 我覺得他們都沒有把那個 源頭都說出來 所以我都覺得看看就好 現在還沒有看到說真的很 對 因為每個都真的 只是說他們抽的樣子不一樣 對 懂我意思 所以 兩位 現在不會把民調當作主要依據 不會 不會 那主要依據是什麼 主要依據叫做證件 他寫東西 我們就以電視來說好了 至少 提的具體的證件 都是在柯文的 很明顯的講得出來 那其他兩個 我就覺得那個證件 都不是很明確的 對 沒錯 想看 可以 輸坐 對 整個詞 在柯時間 形設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